陆班上课,练习中文听力 这一群来自泰国罗永府光明学校的师生 完成两年前就要来台湾的交流计划 体验不同的教育体系和学习方式 我们很高兴能来到美丽的台湾 见德国中 我也希望自己能说到 很好的机会生长学习 来这边学习 我们都很高兴 开心也要跟他们一起尽量学习 这一次他们利用他们在放暑假的期间 来到台湾 那他们希望藉由这一次的学习活动 增进他们的中文能力 教育处这边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707跟809的导师 愿意一起来接待我们这群学生 所以非常感谢 也因为有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基隆的孩子 在国际教育这一块 开拓不同的视野 那也建立我们两国的一个情谊 除了语言交流 泰国罗永辅光明学校的同学们 带来国乐 泰国舞蹈 及歌唱表演 见德国中 同时也是基隆市户外教育 及海洋教育中心 特别安排泰方师生 体验独特的海洋文化 把基隆之美传递出去 这次的课程我们安排 泰国跟我们建德国中的孩子共同绘制黑板墙 还有我们到和平岛地质公园去参观整个基隆的美景 然后也到海大小停马的后面去做独木舟的体验 让孩子能在几天能够快快乐乐的学习 让世界走进台湾 见德国中学子接轨国际 把握着难得的机会进行交流与学习 他们来我们还蛮开心的 就是我们班很热情招待他们 希望他们在这里应该可以学到更多的中文 讲得可以更留顺 学生们认识泰国文化及教育系统 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 体验不同的学习风式 同时打开视野 游泳不用出国 有国际素养与国际交流的宝贵经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